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聊无话不谈 我是大师收尾维任 我是阿勇 好 这次就是一个把我们内部交流的想法 提出来 对 整理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内部交流 其实修学有个很重要的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 这个修学技术可以持续进进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说我们要持续性的学习 就是找一些 例如说其他店家 针对某一个做法 他可能有自己的见解 因为维修这件事情 其实他的终顶有可能就是 维持让这东西可以使用 但终于这个过程有很多的走法 对 每个人使用的Chulo手法 都会不太一样 我们有时候可能没办法 亲自去跟人家学习请教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图片 或是文字 然后来自己摸索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 就是我们平常 到底会关注哪些休闲店家 那我们这次的店家 主要是以有Instagram帐号为主 因为这样比较好去分享 大家也比较好去浏览那样的 我们稍微分了一下 可以分为四大类别 第一个就是我们 也是我们可能归类 大多数可能是归类在这类别 就是传统的工作鞋靴 大理改造换底 然后第二个类别就是 这是绅士鞋 然后以皮底鞋 或是一些比较深装鞋子为主 然后第三个话就是 像我的话就是针对 我自己对这种有兴趣 去秋鞋改造 鞋面的维修 例如说你鞋面破损了 我要怎么去做修补修复 然后第四类就是 我们这里最近比较少 但就是鞋面的染色 然后做PATINA 也是类似接近绅士鞋那种概念 在鞋面做一些颜色变化 蓝色所以四个类别就是 工作鞋靴的鞋底改造 然后伸装鞋 球鞋跟鞋面 对鞋面蓝色这样子 那就接着看下去啰 那首先要分享的就是 工作鞋靴的底部改造 没错 对那我这边第一个要推荐的是BECMAN 它是在日本的那个关西 大阪地区 然后我会推荐它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TURO非常的干净 你说会很像是原厂出来的样子 比原厂盖更好 但是它也不会过度去追求那个精致感 嗯大概明白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就是 第一个有这样的感觉的店家 其实是服务手 它的每一个贴文去看它的部落格 全部的东西做出来都像是工厂 就是好像有一个统一工厂去做 对以修鞋来讲我觉得做到这样其实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目标啦 对所以说以这样子的目标来讲的话 我觉得关东地区我当然首推就服务手 服务手因为没有IG 我们就不讨论 那但是关系的话 我会觉得Bagman有达到我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要求 就是哇这个是我憧憬的对象自己这样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那个 他在那个奇遇线 他也是我们客人 他用我们家 蛮常用我们家的鞋底 他叫那个CREATE TAKE TAKE上他很厉害的就是 他本身并不是休闲起家的 他店之前是在那种百货公司的那种 专柜小专柜地下室那样子的对 然后他本身有做一些影视的修理跟那个制作 靠这我完全不知道 对那他其实他的丘楼也都是 我认为也是偏干净派的 他不会去追求那个精致感 其实不追求精致感我认为是 维修工装鞋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丘楼 其实丘楼都有东西看得出来就是 有时候就是一个鞋子看出来 你就知道这是谁改的 其实像有些客人他拿一个 之前别的店家来改的给我们看 我们就说这是是不是某某某改的 这是谁改的 大概其实依照那个样子是可以猜出来的 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平常会去 那个CREATE TAKE 他也是我平常会去看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这几年才起来的一个店家 叫Noya 那这个奶屋他比较厉害的是呢 他就不是我刚才讲那个 干净利落派 不是干净利落派的 他是魔改派的 因为他就是大底各种 例如说全底把你的全底结成一半 再把你那个接缝改成七星怪状 然后打钉子什么 他这是改造派的就对了 然后他做很多细节都是会让人家觉得 哇还可以这样玩 对啦 所以他看出来东西会让人家有种 哇的感觉 脑洞大开版 对对对 那其实他像他的 比如说他皮底的磨边 他磨的圆边 超远的 连橡胶底一起磨成圆边 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账号的作品 其实就是 Instagram账号的作品 其实就是让你会 哇 还可以这样搞 对对对对 那其实奶屋他常常也使用我们家的 DOTOSO的鞋底来做改造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蛮厉害的 因为 我觉得要做改造最重要是想象力 对 其实我们来电影的客人 其实我们很多作品 其实都是跟客人互相讨论出来的 那其实他的很多的做法 是让我们 连想都没想到的 他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像是 在满足维修的同时 又多了改造的部分 多了一点 然后接下来要介绍的是Radeon 他其实最近在Instagram 跟YouTube都还蛮红的 因为他蛮长去po影片的 对 Radeon的话他是在日本 他是在民谷地区的 然后他我觉得也偏 先干净派 他比较没那么改造感 他改造反而是用在球鞋 因为他有些球鞋的改造 是 但是他让我惊艳的 其实还是在工作鞋的维修上面 因为他最近出了很多那种 不管在Instagram 还是YouTube出了很多动态 所以吸引很多粉丝 那我们得多去看这样子 虽然是中规中矩啦 但是我觉得作品也是 没有水准的 他最近就讲到这种 他最近有一个 对我来讲偏魔改的一个作品 就是也是从他开始 就是把六寸的那个Redwing 变成木讷鞋 变两鞋 就是 把后面 但是因为他是固特级的关系 所以他最后面不能切 完全切掉 他还是会留个底 然后去缝个滚变 然后 就会觉得 还可以这样玩 是不是 但是 就觉得好像有点 你要穿 你要穿这种木讷鞋的话 干嘛还用Redwing去改 对 对 好玩啦 但是好玩啦 就是像刚刚多一个想法 多一个提案这样子 但我相信他接着这种改造 可能也是受客人的委托 然后开始 从第一个开始 然后一传二传三 就慢慢越来越多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 就是也蛮特别的 他叫刺云Redcloud 他是在那个 也是在大阪 然后这个Redcloud他最疯狂的地方是 他是全手缝 连底都是全手缝 很像我们以前 就是以前沙沙无知无门 对对对 但是其实他厉害的是 他全手缝之余 不管多厚的底 他都可以手缝 重点是缝的非常非常整齐 我想说 因为他有时候缝到那种 三层皮这种底 就觉得他搞不好 他这个二头肌 对他部分应该是 对我们没看到人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不会 对 搞不好又走到超级壮 有没有 因为你在光钻这里 你这里小臂应该也是整个壮 他真的是很疯狂 很笑欸 对对对 然后又缝得很整齐 他缝的整齐度不输即缝 真的蛮厉害 这是让我们佩服的地方 非常厉害 然后他的话 主要也是修理工作 写靴为主 因为他擅长缝厚底 真的 对对对 看了就很累 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Instagram的那个图片跟那个贴文 哇真的是 我也可以用烫尾观子 如果你真的缝过底的话你就知道 哇这个不得了 真的 我们都经历过那段时间 他是我们的好几倍 我觉得 对他到目前还是全手缝 对如果想体验全手缝的维修的话 其实可以去找他 不要找我们 你说完工的编那个沿条那个缝线是用手缝的吗 对就是外线来就是底的那个成型的话 所以我们知道有些客人 他是其实他是会想要追求全手缝的 哦是会有执着 觉得说我今天给你修我好像就是希望这里多一点手工感 对对对对 有些客人还是认为手缝还是笔记缝来的有味道一点 有人味 有人味真的很多汗水在上面 对啊 是何类啊 对就是所以这个Record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蛮疯的啦 对吧 称为白狗 对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几间就是是美国的啦 就是一样是工作学学派的 那就是他都是我们客人 嗯 像那个不是美国还有北美的 有一个在加拿大叫Dimar Dimar 对Dimar 然后他的话就是很传统的北美式的学学店 然后再来就是Fraid 他也都是我们客人 嗯 然后还有一个在西岸在LA的话是Revive 这三个的话其实都是北美 就是我认为 呃 就是修工作学学我觉得非常有水准啦 也比较推荐 对对对就是中规中矩不会出错 对 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多改造感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足够的 我觉得那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工作学学其实不一定要追求那种改造感 修学最高的目的就是说 呃你修完一双鞋 你改造完一双鞋 但是他呈现出来还是原厂出的感觉 那是最高境界对我而言 那我觉得这几家店都是有那样的感觉 嗯嗯嗯嗯 我工作学学的改造的店家 名单差不多到这里啦 嗯 接下来可能你分享一下球鞋好了 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在关注这些东西 然后最早最早我其实比较看到是日本一个叫 Ricca Tour Ricca Tour 我也不太确定 不太怎么念了 大家可以纠正我啦 没关系啦 可以纠正我 谢谢谢谢 然后他其实最早是让我吓到就是说 诶 Converse All-Star那一系列居然可以 演变成就是用传统制法 例如说外翻 stitch down 对 然后去改成靴子的那个样子 他等于是把那个 Converse那个橡胶的部分 然后用皮革来取代 对 那其实现在这个改法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普遍 但其实那个Ricca Tour 他其实是第一个这样 就我所知啦 我认知里面他是第一个这样子搞 然后让这个市场都知道的店家 我也是第一个就是看到他 哦 有点吓到 然后从此之后就从那个好几年前吧 我会忘记什么时候开始 但是那个时候就引起一个骚动 就是说哇 居然可以这样玩 然后就很多店家也适合去尝试 但是其实 我觉得以 完成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Ricca Tour的完成度还是高的 他是第一个搞的 但是他完成度也是最高的 我认为啦 嗯 就是 因为我到后来有看到其他国家各种 都有去参考他的做法 然后那个日本那些Ricca Tour 他 他 大家就是在他网站上面有写他改制的价格 其实高的非常惊人 在当时 改一双我记得要一万多块 这就是台币啦 台币台币台币 然后要等一两年 啊 哇 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的啦 就我记得比较深 因为最早我其实没有特别去看 我是后面来突然 很好奇到底多少钱 然后要等多久 他上面都有写 但是他比较可惜的就是他 就要从就最近啦 看他 比较少更新的对不对 就没有什么更新 然后他的电门 整个活动都先停止 然后再来的话 我想再分享一个是加州 哦 嗯 我知道谁 记得也是一个一人工作室是不是 Shark Goods and Service 哦 OK 对 然后他是以 最早我看到他的话是 比较像是Rick Owens 然后像是Air Jordan 嗯 他很酷哦 他把 例如说Air Jordan其实像 他旁边不是有一些是有些像火焰那种往上跑那个底 然后中间是有些像镂空的 他用皮革去做出那个镂空 哦 我知道那个Air Max 哦 那一系列其实都有 就是他把 就是把那个镂空式的气垫对不对 他等于是用霹雳把它堆垫 然后那个镂空的感觉是做出来 等于是那个地方是中空的 嗯嗯嗯嗯 然后包含他那个车线 因为一般我们只会把残焦全部撕下来之后 大多数我们的球鞋改字都是平的 把它盖住啦 对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去做了延伸 让他用皮革的方式呈现出类似原本的质感 嗯嗯 就是全部东西都取代成皮革 然后他的Rick Owen什么的 我觉得改造的完成度非常非常高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 他像是原厂出的只是变更升级版 嗯嗯嗯 就如果今天原厂卖这个东西 你会可以想想说 哦他好像会很贵 有他最近也用我们家的产品啊 是哦 对他用我们家的DEO 修一些那个鞋子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他有点像是把这一系列的那个球鞋 运动鞋的改制 变成模组 就是他是有造一个逻辑 然后都可以这样的去处理 而不是说每个都是从零开始 对我觉得他有完全自己的样子出来 我认为这件事情蛮好蛮屌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我想推荐就是一个台湾之光 这个REBELL 这个非常厉害 对TOPPI分子鞋 他也是我知道就是在将运动鞋 就是将NUBEANS改制成TOPPI是第一个第一位 然后后面我也有追踪就是其他韩国日本 嗯 就是类似做法的 几乎快靠到一摸一摸 但是你又跟他那个底的有一些细节 他们可能没办法做到 嗯 对所以 你会觉得说那个 0到1的这个发响是REBELL 但是后面这个1的延伸 就是有好几节点 在持续做 但是有可能想要从那个点去延伸 那只是说 最重最重那个影子还是REBELL 也比起是他创造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跟那个 TURION FRANK也是有些会交流 有时候会聊一下 那他其实我们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对于细节的要求 真的是非常的惊刃 嗯嗯嗯 然后其实他对鞋子的想法 其实也是很有想法 就是说他认为这鞋子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因为他其实除了球鞋之外 他对一些那种古布古物 然后一些植物类的 嗯嗯 的那个 就他都有收藏就对了 其实他对于球鞋的改造 他其实不是只是单纯说 我把它改成TOPPI 我把它改成什么 其实他会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 一个作品来把它完成 哦对啊 他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性 嗯嗯 所以你看到东西的话 你也觉得 很明显 这就是REFARE出品的 嗯 也是一个让他一眼看出来 哦这是他做的 我觉得能做这样 就是算很厉害了 然后他也跟全世界各大什么创意总监 精品的创意总监 球鞋 Sneakerhead啊 什么之类的 都有各种联名的合作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 Respect 真的是真的非常厉害的 那球鞋讲完 我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下 我有在看的一些 专门修理绅士鞋靴的 IG帐号 好 好 第一个我是那个叫 SHOLE REPAIR GATTLE 在日本 嗯嗯 对那其实 在日本修理绅士鞋 其实是 算是一个 蛮大的市场 因为其实很多的上班族 他们一定是要穿绅士鞋的 嗯 对那我我这边一并讲好了 除了那个我刚才讲的 SHOLE REPAIR GATTLE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TANAPA SENSEI 呃 对反正他账号就是这样讲 然后还有那个FOOSTEP 哦我刚才账号也讲什么 对FOOSTEP SECOND 等等就是 就是都是专门在修理一些绅士鞋 那其实他们修理绅士鞋 就是修理绅士鞋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要非常非常的干净 对对你不像工作鞋靴 你可以用粗矿的拿来带过 但是你修理绅士鞋 你一定要处理的 在细节上的处理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干净 尤其是皮底的细节上面 那真的是 我们可能就是一直 还想要讨的目标前进 因为我们现在处理 还是以工作鞋靴为主 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技术可以 就是持续精进 然后倒可以处理到绅士鞋 因为我们绅士鞋也在做 但是 因为可能 我们还没办法做到像日本这些师傅们这么的干净 一丝不苟 对真的是 叹为观止 一丝不苟 其实是真的很想知道他们是真的很想参与这种过程 因为其实在日本修理绅士鞋 就是修理鞋子 他们其实有专门学校 他们可能都细数同盟 一些就是 怎么处理可能就是已经有一套SOP下来了 像我们刚刚讲你的鞋靴就是跟工作鞋靴改造 其实你还可以看出一些丘楼 因为大部分 因为这种工作鞋靴最红最红都还是在西方开始 那我们这些 比如说日本像我们 其实都是从那边延伸过来 然后有很多的改制 就是从服务手开始 所以这整个维修系统 并不是像 我觉得大家都自己过 就是没有一套 对就是没有一套 就是说我是从那边学的 但是如果你修理 绅士鞋学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 就一定是有一个 很传统的做法 一直延续下来的 对 就有SOP的 那我们没有参与到人家给SOP 这样讲好了 所以我们是只能用自己的逻辑去思考 自己去摸索 对 那还好就是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 YouTube Instagram 今天为什么分享这个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贯注这些帐号 是 对 那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 那几个之外 还有Unionworks 这个很厉害 对对对 其实Unionworks他也是 处理生肢鞋学蛮厉害的 那我可以特别讲一下 那个Blast的松仆仁 其实就是Unionworks出生的 出生的 对 他就是先在那边 学习好了 工作一段时间 把花落地 才出来创业的 所以其实松仆仁他在处理 Blast他在处理生肢鞋学 还是有他的 一套的那个 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现在给大家形象就是工作鞋学 但是他处理皮肢上面也是没问题 是蛮厉害的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那个Tools Tools Tools 对那其实他 在 他在处理方面 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 像那个从学校出来的那种感觉 学院派出来的感觉 他很有自己的个性 对 他看的东西 他做的东西就让人家觉得 他是自成一派的 但是也是干净 对他也是很有趣 就是我们刚刚讲都是一丝不苟 但是他自己有个性的一丝不苟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那时候我在看他的作品都会觉得 哇 可以变这样子 但是又非常的干净 很难 是 我会特别 就是讲 把生思鞋学变成一个类别 就是因为 这个类别是我真的平常就是很认真在关注的 对 那就是希望以后 都有机会修理一些那种生思鞋学的鞋子 然后 就是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达到那样的目标 我们不要只是把自己集圈在只是工作鞋学这样子 我去上个课 去日本上课 对 谁出现 老板 还谁出现 笑话 对 好啦 就是我要分享的生思鞋学的部分 那接下来 就换委论 接下来染色的话 这个是鞋面的维修 克制跟染色 跟刚刚球鞋的物件 因为那是自己有分类 这个还是以皮鞋为主 因为有些 有些案例 比如说是鞋面爆掉了 例如说 这个地方撕裂了 对 然后要怎么让它还原 对 然后维修就是看起来是 哇 看起来好像没修过那种感觉 或者是 可以透过 好像没修过 或者是今天 贴一个东西 用有趣的方法把它修复 对 这也是一个学问 这也是要创造力的 好 我们开始吧 看小超逆 太明显了吧 你可以讲到绑鞋带 明显应该绑鞋带 这样子 喂 我们直接开始 一个叫 shoeshiner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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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显是 对 yasu-san 它的话我其实 我在查到 我意外的发现 我的 我自己有一个维修的收藏 就是说 是关于 shu patina 就是那个 染色的patina 所以这个是专门做patina的 patina以外 一般的染色也有 就是因为 它其实染色有分 这几种我先定义出来好 就是 例如说我今天从 白色我染成咖啡色 咖啡色染成白色 好像有机会 有机会用喷的 我之前看到他们有这样搞 我觉得蛮扯的 插心 白色插心皮 厉害厉害 对啊 没错 然后它的话就是 都有 就是专门做patina 比如说你尽量把一双鞋子 的一只脚 上面上了五六种颜色 有可能鞋头是 黑色旁边 左边是黄的 红的 绿的之类的 那有做件事情 然后 它的话 它也蛮厉害 它可以把黑色的鞋子 染成色咖啡色 但它不是上齐 它有把鞋子 这个染色的部分解析 就是说原本 before 全黑的 然后中间 它会写说它去吞色 用什么吞不知道 它就看成 看起来又会像是一个 很霧很霧的一个质感 然后颜色就不会是这么的黑 偏向灰色 但是我觉得它做件事情 就是要让它退到一个 它现在上别的颜色之后 可以显色 可以好发色 因为黑的显不了色 黑的就 就是黑的 然后它就可以 藉由这样子的做法 把它吞到一个 它的皮疼 看起来有点 质地已经有点奇怪了 然后再重新去把它变成咖啡色 或是变成其他的颜色 变牛巴哥皮的 其实很像 然后它后来再用 去把它抛回来 但是整体完成之后 你不会有真的牛巴哥皮 重新去抛光 融入感 完全不会有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它一般染色 像我们今天手染 其实会有所谓的笔触 它染 我觉得它也是用酒精染 但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 你就像是 套进去 重新再跟原厂买一双别的颜色 还给客人 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客人 我会觉得 哇靠 其实染色这东西是我们店里 应该是如果要选说 我们最不想做的服务项目 染色应该是第一或第二名 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很多的 我们包含化学等等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完全解析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斜面 当初这个皮在揉制的时候 可能是用什么样的颜料 我们今天在吞色的时候 可以用什么 可以更好吞 就是它一定是有个组成 然后我觉得它是完全的精准的 呈现了这一套东西 所以这个染色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可以被独立出来的一个 专业项目 如果今天要开店 染色的包裹 这个绝对是可以变成一间专门店 因为它背后的学问太多了 那在我们店里的话 其实染色是一个 就算是附加附属的项目 对啊 所以有时候有些客人的要求 可能我们有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达到 但是我们当然会尽量去按照客人要求去完成 但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能还是有些局限 这样讲好 因为目前我们还是以手染为主 对还是以传统的手染为主 手染的话第一就是花时间 非常花时间 第二就是它的那个笔触感 会些微的有笔触感 所以在做染色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跟客人讨论就是说 我们可能操作说法是怎样的 然后可能会有哪些的状况 先跟你讲一下 让可以理解的话 我们再承接这个项目这样 因为这个很多人的记忆印象就是说 我今天拿给你们的染色 它应该就是像我跟大家讲的 好像是你今天去另外 就是同一间店 同一个型号值不同色而已 对对对就是 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今天改色一定会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操作上 我怕会有这样的误差 对要讲要剪清楚 就是我们双方都彼此确定好 OK之后 我们再做这样 但这是我们的 那这一间店的话 大家看你会觉得 这可能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这样想 你可能去找它 如果是染色的话 这个是极致的 很恐怖的 对这是极致的 对那第二个 来自英国 小潮看一下 SHEW SHINE UK 嘿嘿嘿嘿嘿 对啊记得了 我讨厌不好 不好意思啊 它也是非常厉害 就是它的做法也是 可以把 像我刚才讲 很深色的鞋子 改色变成 譬如说 淺咖啡色 也不知道淺咖啡色 就是咖啡色 甚至深咖啡色 或是紫色之类的 就是它会有非常多的变化 然后它是用酒精燃料 对 所以它的颜色 跟它的那个 色者的深浅是非常漂亮 所以这家店 它专门也是 以就是处理抛光 跟蓝色 蓝色为主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真的是一个 可以被独立出来的专业项目 嗯 然后 在台湾好像没 不太有 台湾有抛光 对抛光 抛光 那个MIRROR SHINE 有啦 但是如果真的有 专门蓝色 我是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知道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搞不好是我们自己 没有去查到 对啊 那去学习一下 交流一下 然后第三个 交流交流 第三个就是 Soul Preacher 啊 啊 啥 这个又跟刚刚那个 不太一样 它是 像你刚刚讲的 维修嘛 改造 就是它是有一个层层堆叠 就是说 今天我只要维修到点就好 就是它要干净离路 但如果今天想要更多 可能就偏向改造 那这个的话我认为就是从 染色去做一点变化 改造 就是 我拿酒精 染料 我用那个很细的笔刷 在你上面 因为很浅嘛 鞋子很浅 我可以先噴一个很浅的颜色 笔色 在上面画画 画个山水画 就是它先把鞋面变得画布 大概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然后 再这样子然后去精细的泡光 其实像这样的做法 你说把一个鞋子 当作一个画布 来 然后来做作品的话 其实 在底部的层次上面 也有这样的做法 类似这样的做法 没有就是皮底的话 它上面做皮雕 有 或是做一些什么 喷色喷涂之类 然后变得画面这样 还有上金漆 对 人家用JR底 就是要上那个 就 两三刀那个金漆 对 然后就是有一些很浮夸 排钉 什么 任何这种 就是把鞋子 任何的面积都可以当作画布的 这种做法 对就是另外一个思维 就是 就把这个当作一个概念 换个媒材 然后去呈现一个作品 这个也蛮有趣的 对 然后 像刚刚讲的 这个 Soul Preacher 它 另外一种 有类似这种概念 我觉得Blootie 那一种也很像 但是Blootie 它是用皮雕 原本就在前面上 有做一些皮雕 然后再去 染色做Catina 其实这种鞋子我很好奇 那个真的是本来穿吧 说实在我觉得 那个全新 如果是我自己啦 我会倾向全新 那就是一个作品 因为艺术品人 对对 因为他们很多在底部 像你刚刚讲 他会做一个完整的上色影 在地板 如下 对 你可能办公室就是 你只要是光滑地板 你这样踩个一下 那就全花了 那也没什么好看 是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Blootie 这是日本的 对 这个的话 大家去看到他们的那个作品 你知道看到他的鞋面 就是有点像是被敲击过 他就是鞋面 例如说我们一般讲源头 他可能就是从源头的基础 上面有非常多的手翘感 例如说就坑坑洞洞 也不是坑坑洞洞 就是有那个迷迷毛毛的感觉 我觉得很有趣 但是 如果密集恐惧症看到 应该会觉得 对 那个其实是一个特色 那其实他 让我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以前就有做一个做法 就是比如说摆上Ridwin 875 然后他整个reveiled 但是那个 颜条变成funk型 很像滑雪靴那种感觉 就是会 有点像这样子 对 他可以把Ridwin 875 然后底用成这样子 然后用 那个颜条是不是也分好几层 然后 然后他好像有做类似像挪威缝 嗯 就是用很粗的麻线 去编织这个边边 是是是 他底部成型 我觉得 反正是我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他其实 鞋面 他有就是感到那个敲击感之余 然后其实他早期到吸引我 就是他的那个 对于鞋面的改制的方法 因为他早期曾经 跟我们 他也是有用我们家的底 然后我们家以前有出一些什么 蓝色 哦 那就是那种一些比较 一些那种比较有趣颜色的 基本上没人买 他都他买走的 他当做宝 对 但是他真的把他放在他的作品上面 相对他来说他应该这些就够了 因为他也没办法量产了 我在想 他那些应该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有这些材料 我认为他是会想像说 如果我手边就这些材料 我要怎么样去完美让他融合 嗯 对 也是蛮有特色的 我觉得他是依照材料的特性去做一些调整 只是说他现在的改制就没有这么多 就现在只有现在是 他现在做定制鞋 对 他现在修鞋的 不要少po 他现在就是 一段时间他就会po一些 他现在会出的鞋子 那就是上去买 对 因为他以前像刚刚讲的那个 Red Wing 克制 改挪威风的那种 都是做完之后 乘携直接贩售 我觉得那个 整个操作起来成本太高了 嗯 然后他贩售的价格 说贵好像也还好 但就是 他一定是一两万啦 嗯 那也是没办法 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个叫 Dios Shure Repair Service 特色在哪里 他其实是在日本一间 就是名古屋 然后他 他比较多是我自己看到 他有一些维修 他最终的书 并没有特别多 嗯 然后我喜欢这种 就是他还在很小 很小这种时候 被我看到 而当作一个 这么保留的 哦 或也是英雄的 对啊 我跟大家不一样 我跟大家不一样 我就是最喜欢这种 最小这种 然后 他的话我曾经看到 他把一双老的 像崩打凯跟刺山 例如说像 就这里啦 这里也可以啦 对 例如说这种地方爆开 而且是完全撕裂 因为老啤酒的 它脆了 对 你知道穿进去的时候 哇 哇 哇 然后他在 哈哈 然后他在里面 就在借一块东西 把它弄回去 嗯 看起来就像是没破 这让我想到 那个 最近有个厉害的 修牛仔裤那个 Mushurl的那个 哦 那叫什么 Kettle Kettle 对对对对对 那个超扯的 牛仔裤破一个洞 然后修完之后 跟原本一样 而且他还更扯就是 裤子 例如说下面这一件不见 我把它重来 我把它重来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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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色弱都要差不多 看年份也差不多 我就给你把那个裤脚 借回去 然后想说 哇 从哪来的 自己长出来的 再生能力 然后完全就是 修复到 我觉得至少到九成以上 所以这概念也很像 就是说 他是皮 只是皮裂了 然后他想办法 让看起来 最小修复的状态 这样完成 那个修理这样 然后可以让他继续使用 因为有时候 他看起来好像OK 但是搞不好经不起使用 对对外观上面 其实还要顾虑到他的 真正的实用性 强度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强度是大于外观 我觉得这是必然 那如果 他今天这两件事情 都可以完美的兼顾 我觉得这是最困难 这是我们讲的修复 就很像那种 那种古化 或古董的修复 其实他就要想办法 把这东西恢复原来的状态 那样 大概就是这种概念 好 那这些其实就是 我们 这阵子啊 我们也花点时间聊啊 想说 还不错的一些帐号 平常都会交流一下 我们后来就会交流交流 跟大家推荐我们这些 我们自己喜欢的帐号啦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觉得 很有趣的 修鞋店的帐号 可以在下面分享给我们 因为碍于篇幅 我们其实有更多更多 已经是精华中的精华 那我们未来 其实也会把很多的 像我们自己喜欢的鞋子品牌 的帐号 因为有很多都是冷门 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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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门的设计师 就是自己 自己喜欢做的啊 对我们可以跟他推荐 例如Archetype 之类的 这一段一定会被剪掉 相当不重要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无话不谈 欢迎分享哦 还有什么修鞋店家账号 有没有